5月19日,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发表声明称,魁北克省接到通知,送至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的两个样本呈猴豆病毒阳性,这是加拿大首次发现感染猴豆病毒的病例。 此前,魁北克省报告发现17例疑似病例,近期欧洲多个国家出现多个感染猴豆病毒的病例。 目前全球并没有针对猴豆病毒的疫苗,英国卫生部门的官员表示,天花疫苗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。